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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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的世界九大地标之一的台中国家歌剧院 利用这种散步的方式来欣赏我们台中之美 那是不是可以来谈一下台中商旅的一些设计特色 进入我们台中商旅 有如仿佛进入了就是北欧一个设计庭院的一个风格 因为也连是我们高挑宽敞的一个迎宾大厅 在往里面走我们每个墙面都是利用这种暖色系的大理石切割条纹 然后还有大片的落地玻璃窗让我们的旅人进来都可以有比较宽敞的一个空间设计的感觉可以完全的放松 那进入到客房之后呢 我们客房也是采用比较高频数大频数的一个宽敞高挑的一个设计 那再搭配上我们的一个进口的家具以及精挑细选的设备设计师的一些 巧思 巧思 对 那去融入在我们的客房里面 让我们的商务客人有别于一个商务功能 那也让许多的旅客也很喜欢我们的客房设计 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在你们的天际套房 是的 对不对 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天际套房吗 好 我们天际套房呢 它是采用一个豪宅设计的一个空间格局 那总共平数有130平 那除了说客厅 餐厅 还有客房 书房等等以外呢 我们还特地做了一个空中花园造景的一个景观设计 这样子的一个格局设计呢 让受到我们很多企业组 来把这边当成是一个短期度假的一个豪宅空间 那像现在我们特地还融入采用 我们的高级顶级Hermas品牌的一个沐浴备品 让大家来台中商旅游仿佛进入杜拜帆船般的享受 另外我们还有其他房型供给我们不同属性的客人 比如说另外我们还有适合主管级的一个行政套房 它是一房一厅的格局 除了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就是针对家庭客的部分 一样是一个15平大平宿的一个空间 那采用两钟床的一个睡眠品质 我们还特地采用了将浴室以及位侧分开的一个设计 让这样子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不用等候使用同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分散使用 也可以节省我们出来旅游的一个时间 听起来真的太棒了 一定要亲身亲自来体验一下 才能感受到这么多细腻贴心的照顾 今天非常谢谢Miko为我们做的介绍 谢谢你 谢谢你接受的访问 谢谢 提包能跟着材质 面料 大小 扣环 以及功能性来做出千变万化的设计 Loyui新上任的设计总监 Jonathan Anderson 所创作的全新包款 Puzzle 他利用质疑到底的好奇心 在结构上大丸拆解 将传统的手带思维打破 用品牌引以为傲的四十块皮料 制作出像建筑一般 具有立体结构感的作品 鸡皮 牛皮 蟒蛇皮等材质 成功地翻碗既有的时尚元素 明星跨界时尚早就不是新鲜事 甚至已经变成了时尚圈 和娱乐圈结合的常态 但要怎么玩出兼具话题性 和销售保证呢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请来当红的话题人物 或是邀请早已个人的 时尚流行魅力 著称的明星站台 Fendi日前推出 名人联名设计系列 就请到了豪华阵容 包括女星雷哈纳 沙拉杰西卡派克 超模 Jordan Dunn都受邀设计 去年12月才发行的 3 Forget Bottle是Fendi经典 不可以包的进化版 雷哈纳除了去年代言 包括Bellman和Glam Lee Hanna 唇膏以外 更是2014年CFDA的 年度时尚代表人物 以凯莉形象 深植人心的 沙拉杰西卡派克 在纽约时尚圈 影响力甚大 去年也推出了 自己的鞋款系列 来自英国的Jordan Dunn 虽然年轻 不过他的脸孔 早就在Burberry Victoria Secret大秀 和许多彩妆广告中 让人牢牢记住 接着我们讲到的 则是设计大师 与品牌跨界 并结合议题 关注的合作 Champo Gaultier 最近便与美国 著名背包品牌 E-Spark推出系列 你好 你好 我是 Jean-Paul Gaultier 非常高兴 地合作与 E-Spark 在这些程度 我们将来 设计刑制 对 AIDS 这一套 是 启动的 你知的 这次 E-Spark和 Champo Gaultier 联名的系列中 共有七款产品 其中 Champo Gaultier 以他经典的细带 及数衣细节元素 打印上产品编号 设计出 三款限量版背包 为设计师 打击爱兹组织 DAA Designers Against AIDS 推广 并筹措捐款 而在广告影片中 用简单 但有趣的拍摄 表现出 后背包设计的重点 简单的粉色背景 毫无过多修饰和造型 将人作为背包 真实的背在模特儿身上 令人玩耳的创意 更有温暖的清静感 女人购APP 是一个全方位 搜集热门文章的好帮手 它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当中 吸收到最广的讯息 而本周又有哪些 不能错过的呢 第十名 蔡依林安市奈美会 跨界MV华服 全是来自台湾品牌夏姿 灵感来自中国古典元素及布料 为两位割后打造台湾设计的软实力 第九名 吃苦就是吃补 瓜中C王苦瓜驾到 除了可以降火器 还有抗癌防老的效用 能美白抗氧化 还能预防便秘 得到满满的营养 第八名 职场进化学 人生新四部计划 别浪费太多时间开讨论会议 不要再想随时随地 盲目地取悦顾客 多工运作 让你效率大大减低 停止抱怨忙碌情绪 第七名 复古街拍潮流 50年代套装淑女好优雅 正值战后复苏的黄金时期 吹起套装与烹群风 而你也可以尝试找回端庄女人味 第六名 世上没有分秒都精彩的工作 做好小事才是最大的工作力 用每天重复操作的基本事物 才能扎扎实实地累积你的真本事 第五名 只要用每个家庭都有的素材鸡蛋 就让你快速止咳 生姜炒鸡蛋 可以减缓咳嗽症状 还能温化去谈 调和冬季的寒冷体质 第四名 16岁的新人男模 Lucky Blue Smith 天使级的脸孔 让他一入行 就成功获得Prada Waisel American Apparel 等大品牌的青睐 第三名 第三名 一天不洗澡就被说肮脏吗 专家表示根本就不用天天洗澡 过度的清洗皮肤 其实更让肌肤敏感 而有干燥等症状产生 第二名 不老浪子走入婚姻殿堂 强尼代普和安博赫德 在洛杉矶家中举行简单的仪式 两人正式签字结为夫妇哦 第一名 开口说爱吧 在来不及之前 人生常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 我们只能时时刻刻将爱表现出来 因为在黑暗的时候最需要爱 几乎百分之九十上的人 都看到你的康熙来了 看到我落泪 其实我们彼此都给彼此很多的眼泪 我们两个对方在某些时候 都曾经年少轻狂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亡国的仇恨 如果我们把理性稍微挪一点过来 其实真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化解 年轻是不会跑掉 追求最好的完美的 那你就永远青春了 空白很重要 找到一个方式让自己放手 大骂某个人 这都是一个出口 我爸那时候又吃真高碗的话 现在还有凌书好吗 表现最好的moment 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资讯 请锁定台北InDesign 台北运时尚 请锁定台北运时尚